今天的第一档 当实业家遇到尽私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实业家朋友 那我们的潘基利师兄 今天有带来这样的好物 就是番茄汁 来跟大家节约 那所有来到高雄 或者家人应该常常都会喝到 那上神随之也会提供 重要的活动都有 遇到什么事的时候 灾难的时候 会不会有 好像也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这是呢 这个团队跟灾难特别有缘 为什么 因为一旦预告出 他们就非常的紧张 那没办法 因为在慈祭里的慈善的一个足迹里面 一定要有这样紧急应变中心 那因为潘基利师兄 承担了造极人 所以信愿型的脚步就要跟上 然后年轻人脚步也要跟上 这是三坨台翁在第一时间还没有发生 第一时间可是要把鱼工上 我们看我们做了什么 100克的那个面包 面包 以及24箱的饮料 然后来这些安置的愚工可以现在这里 度过短暂的这个安置的生活 好 所以任何一个时间点 实际的爱永远在 而且是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我们再看看 就是最近三坨台风的部分 虽然今天他们要去讲的是有关于0403修缮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还是想让大家去看清楚去明白 在最近的这个三坨台风对高雄来讲 我们怎么样去守护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北区或者是中区其他各区来的 包括我们高雄自己的修缮团队都会一起加入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有关于期经的部分 那没办法看完全部 但是我们从这里来看起 到底他们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事 所以你看 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很怕 阿嬷是一个孤老又是独老 他这个家里上次真的不安全 决定今天就把他修缮 他在完这他那是差的 风差来会涉及的 那我们现在还要再改去 让一老容易 那差的没用了 那差的 我现在就拿起来 给你改天秀的 改天秀的 志工人流陪伴关心修缮进度的阿嬷 从容满面的他笑了 你注意哦 阿嬷笑了 而且她喝的就今天的番茄汁 哈哈哈 看到这么多 所以就觉得 这一家番茄汁无所不在 你看你看 因为大家为了她的事情 其实都已经讲解了 你们效率真的太高了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非常感谢这些志工 好我们画面让她跑着 所以就是这一份贴心 所以让大家能感动 没办法去想像 尤其照顾这一位的 阿嬷的社工 你看就这样跳灯夜站 到晚上就是要把她弄好 所以阿嬷就笑了 并不是只喝那个番茄汁笑了好不好 应该是觉得她有的安靠 所以我们也给阿嬷祝福的掌声好不好 阿嬷也会持续有人来关心 都是老的 资深的在做吗 不是哦 所以这个好事是要大家一起来的 所以在这个当下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修缮的工作是不停歇 包括我们的法亲 如果她个人很需要 你看在这个紧急当下 要去叫工人多么不容易啊 那这个不容易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的修缮团队能够抵达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比较不一样 就是这样子吊车 上吊车升到了四层楼高的外墙左右开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来看看这些修缮团队是如此用心 准备铺上防水的新浪板 防水修缮工程少见 团队重置层层 重做中学 我再过来啊 这么多 这么多 没有啊 你直接煮下去就好了 这样好吗 这样 抬头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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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 这样好 好 我们也来看看 这有没有年轻的 你来 一定要特别看一下 因为潘基丽呢 他的儿子会出现 我们看是潘基丽比较帅 还是他儿子比较帅 哈哈哈哈 没有缝隙 水才不会从外墙 渗后进屋内 帮外墙换上了新铁衣 团队互助合作 拿出默契 即使过程下起雨来 也交不习安法庆家人的 NIF的心意 虽然在老虎也是要完成吗 对啊 去电话的 只要不打雷都要 就像中文的 好 潘基丽他儿子出现了 哈哈哈哈 叫我刚才 不知道当时才会来 好 我们有没有觉得 非常感动 只要不打雷 就一定要修到完 这就是我们的修散团队 所以现在请到主场 让我们用通关密语 遇见 这么强 这么好的 零四零三花脸秀山团队 也不是只有零四零三 所以我们故意在前面 让您看到的是最新有关于山陀尔的 我们一样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是要祈愿天下平安 不要灾难 要不然这一群人 蓝天白云一换上去 就是要冲力十足的 所以一起来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好 所以呢零四零三说真的 有一点点的时间距离的 但是在词记录上 永远都要把之前做过的脚步 说给大家听 唯有他们做了 站到这里来说 才是让大家更能深刻的一个感动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要约到 我们的职业家团队 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透过不同的方式 然后来加入零四零三 虽然他们今天讲不到山陀尔 讲不到凯敏 但是我们从刚才的影像看到 他们真的就是词记人那一句话 词记一直都在 一直都让大家安心 那方师傅呢 很客气他今天不会说话 但是他的面包会说话 但是主场今天不会有面包可以吃 因为我看他来就没带来 哈哈哈哈 没有他昨天临时的来 所以他的行程很忙 我开他玩笑的 好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那我们依序来分享 您先分享 对不对 好我们给我们高雄的聂业家团队 热力掌声 也请回座 好来我帮您用简报哦 是 師傅 美恩老师 还有我们在座的新兄师姐 还有我们线上的 把新家人大家早安大家好 非常感恩美玲老师 穿造这个读书会 真的从临到有 真的是非常的感变 非常的感动 尤其他每次他刚刚讲那种 弃而不舍的精神 如果被他 你有被他遇上了 保证你跑不掉 非常感恩 老师这个不离不弃 让我们有机会 大家知道我们十月间 我们台语有一句话 他说不要说台语 但是我还要讲一下 我们有口语团队 我很吻也说话 但是我做人真实在 所以讲话的部分 我们就比较没办法 实作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来 扶持这份心理 但是一切都是好云言 上年有讲 我们也会说 阿哥这样做 阿哥也会说 所以不要文法 说法 传法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感恩这次要讲 零四零三号 这个云言 本来是7月23号 就要来分享 这是因为有凯米台风 所以我们中断了 我们中断了 所以讲到凯米台风 这是我相信大家 大家一定是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 0403 4月3号的早上 7点58分 那我们在高雄 感受到那种有感的地震 而且非常的强烈 摇放的非常久 我都很惊 我们都真的是很惶恐 不知道还会继续大吗 什么时候能够停止 那种不安的心情 我相信我们在座都有感受到 所以我们第一个时间的话 我们就 透过那个国家的一个警报系统 得知我们的那个 地震的正央是在花莲 当我们在花莲的时候 我们就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们 栽汉总指挥中心 我们的执行长 这是我们的召集人 然后问候那边的情形 那之后呢 就陆陆续续 就看到 从那个媒体看到很多大楼倒了 房屋塌了 那边的居民 金黄丝臭 就大家快撞出来 没找到东西 所以在那个当下 我们就很紧张 就那时候的话 我们就知道灾情蛮严重的 那我们的方师兄 也是我们的实业家 也是我们在下应变中心的副召集人 就打电话来说 我看到那个画面好像蛮严重的 看起来他们很香港准备的 都出来 可能 他们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带东西 怎么办 所以就第一个时间 做了很多的面包 那他们的员工有将近五百位 就马上干工 做起来的面包 我们帮忙去打包 就要把他送过 上年很慈悲 怕那个余政不断 会有肉食 我们卵永宅配 那是不是先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影片 看我们实业家 在第一个时间 我们在做些什么 感恩 这是我们的招牌楼送 刚做好的面包立即打包 不止员工 实际志工也出动 速度加倍 速度加倍 有人装带 有人封口 分工加快速度 实际志工方汉 武士面包厂的老板 地震后心挂念着花莲 一早他都打电话过来 说师兄 地震看起来非常地严重 需不需要面包 来做一个支援 在当下的话 他就马上集结 所有的员工 齐心来准备救灾的物资 那我们准备了面包 要送到花莲 给所有的乡亲 还有救灾人员 我们今天面包 总共做了一千九百多个 那等一下要准备 宅配过去到花莲那边 众人齐心火速打包 十多箱的面包 志工群里有花莲人 心里特别有感触 大家齐心一躺 赶快地打包 帮助花莲的乡亲 也是我的故乡 这是我们的公传 非常地严重 心怀感恩 付出加倍 期盼为地震造成的伤痛 尽奋心力 大爱新闻甄 上门志工 余永远林达宏 高雄报道 非常感恩 我们大爱台提供 这个影片 他说的是 一方有难 十方此远 那当我们知道 花莲地震的时候 我们虽然身处在高雄 南部觉得我们是平安的 但是 真的花莲地震 花莲不是花莲的事情 我相信是我们台湾 持继点的事情 也是我们全球 持继点的事情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以当 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应变中心 就结合我们的实业家 一起 我们就 事业七号 我们就搭的飞机 就前往花莲 我们去花莲的时候 我们不是准备面包 大家有看到 那个罗宋面包之外 其实那时候 我们大家都一想天开 就想说 那个台湾那么 地震那么大 那个银行 不知道有没有开 所以我们实业家在颜子姐师兄 还有欢看的师兄 王献中师兄 杨明信兄 很多的实业家 就一起搭飞机回去 不是炸面包而已 我们还提现金 还有带支票的 怕说如果要做应急金 我们才有现金可以发 上脸说 你们真的很天 很很 很高水的 花莲 那个银行怎么会 可能没有开 就想说备油不用 我们印急金 所以现金我们都带回去了 所以 一直看到 上年一直在教我们的 赠灾的一个原则 我们要直接 重点 尊重 务实 还有及时 我想说我们大家都 向这个目标 在努力 一直在 一步一步跨向前 一直在学习 所以这一次的话 看到我们这个0403 在第一个时间 在48个小时里面 我们的灾害总指挥中心 是在设在金色 就马上启动 上脸就可以马上启动 上脸又出你 看 又出你看 勘资 所以我们货续 还有我们的安心助理 应急金 都是在 几个小时里面 我们都筹筑完毕 还有我们的隔瓶 身后好瓶 这个等一下会跟人家 一一做一个介绍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连这一次的话 我们 连我们的花莲县政府 还有台积电的话 还有我们花莲的 我们的灾民 对我们持续 都高度的一个肯定 这个等一下会一一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接下来 详细的这些细节 我还是要请我们的 年轻人来跟大家 做一个报告 所以我们这次去做一个 正在这个部分 我们高雄团队 我们有金色的 长期的修缮团队 崇光师兄带领的团队 还有宜兰 还有我们高雄 在座我们好几位 就一起 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 把它共同完成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请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青年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中华师兄 来掌声鼓励一下 他这一次 他也是我们 进达电机的 董事长老板 他也是我们 三民博外 和气的 护队长 他也是我们 这一次我们的 那个 也是什么 这一次 企划团队 这个头衔太多 我记不起来 这个要 以外要用简报 企划团队 总指老师 也是黄灾事 又是黄灾事 又是黄灾事 的讲师 光要 还有我们的 在亚应变中心的 护照机人 掌声鼓励一下 讲不完 这有够多 怎么在 黄师傅提起 那接下来 我们请 中华师兄 跟大家 做一个分享 感恩 影片喔 我先那个 不好意思 太紧张了 介绍一下 我女儿又来 潘根梅 他也是我们 这次休算团队的一员 大家也需要 给他掌声一下 跟我一样 好 很感恩 我们 召集人 潘基利师兄 的介绍 跟代理 那其实 这次我们 回到花莲 修缮之后 那 其实在刚刚 召集人 潘基利师兄 有讲到 这次其实 瑞斯规模 7.2地震 那他相当于 32克原子弹 所以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虽然没有 生在花莲 可是一定在家里 也是很有感 觉得摇晃得非常大 那也很感恩 上人 跟我们开市 那上人开市 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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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承担 那我就跟潘基利师兄说 我愿意 南北和桃园修缮团队的总协调 前往静思金社剑上人 来自高雄 也是灾害应变中心副 召集人吴中化 代表了中青代出席 这次面对大灾难 自愿承担 也展现组织动员实力 用我们花莲组队的串联 那还要跟我们高雄区的串联 因为随时掌握要来的人数 进行出一个SOP 这个月17号 一接到花莲县府 要和慈济以及台积电 联合为灾民修缮房子 他隔天号召高雄志工 前进花莲 组成了包括铁工 油漆 访饰 记录等人的工班 也汇整受灾户的资料 前往现场出刊 找出受损房屋的问题点 然后派工 施作 最后做整合 并在一天后 完成了第一户的修缮 可以让我们这个修缮 跟我们整个高雄花莲团队 可以运行得很顺 南到北 志工相继自动自发 挺进修缮第一线 但要修缮的不只是家园 灾民的心灵 更需要安住 组队同心 好那很感恩 那其实这次我们在花莲 那我们从那一天 我们就 接到4月17号 那接到我们 副执行长的电话之后 那召集人潘继丽师兄 就邀约了我们 那我们就马上线上 开了会议之后 我们隔天马上号召了我们的实业家 那还有我们的建设公司 营造公司及水电 那我们隔天马上做最早一班的车子 那我们就马上到了花莲 那一起进行这个勘灾以及出勘 那这次整个案子 我们基金会接了321户 那我们完工的户数是168户 那因为中间有一些户数 他们就是有些是从白单变到黄单 那我们就没有进行修缮 那有的户数是他们就自行处理 那这次的总动员人数是 6,318人次 那我们高雄也动员了500多的人次 那一起进行这个修缮 那其实我们完成率 有达到了61.33% 那也是对于整个花莲这个修缮 给他们一个完成的率 所以刚刚我们很感恩 我们这次高雄的团队 有我们的关怀组 协调组 还有人力资源组 那人力资源组 他就是从高雄这边帮我们统筹 所有这些我们需要的工人组 包括油漆啊 铁工啊 行政访饰 那还有人文增上人等等 那一起会同这些人力 那到花莲 跟我们进行一个 后勤的一个补给 那我们到了花莲之后 我们一天就按照了两班的人次 那我们进行一个开会以及检讨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 我们先去初看完之后 那我们这些工人组 那他们去汇整资料之后 我们看哪些房子 需要做哪些的修缮 以及去私做 那我们开会整合之后 隔天我们就分了五个动线出去 那所以我们到了花莲之后 马上跟我们花莲当区的组队 以及他们的宗教处啊 然后灾害应变总指挥中心 还有我们台北的团队 那进行这样的一个整合修缮 那马上出去 那要帮这些乡亲进行他们的房屋修缮 那所以从我们一到花莲之后 其实你去看 为什么其实过了14天之后 这些受灾的居民 为什么心中还会这么的惶恐以及害怕 很希望他们的房屋可以早日去修缮完毕 是因为在这14天之内 包括我们在初刊还有修缮的过程中 那个地震不断的一直很频率的在摇 所以这些受灾户就很紧张 所以像有一个妈妈就说 地震来了 她房屋没有人修缮 那她很怕地震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家里面有三个小孩子 都是身心肠胀的 她不知道该救哪一个出去 所以我们修缮团队听到之后 马上也做一个立即的 然后看完之后 我们隔天之后 马上派了我们的公班人员进驻 那立即帮她完成这个修缮 那那个妈妈完成之后 她也很安心的说 这样她可以不用担心说 地震来之后 她要怎么去把她的孩子救出去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也有一个房子 他们在地震来之前发生了火灾 那里面有住了三个人 可是也都没有逃得出来 那地震之后 他们的围墙啊 屋内的房子也是归裂 然后受损 那我们持继之工去了以后 那马上帮她进行一个清除 那这个屋主石先生 那也一起跟我们进行一个围墙的一个清除 那大家可以看照片就是这一户 大家可以看照片就是这一户 那我们也很快的把它进行清除之后 那我们也把上人的祝福礼 以及金色的祝福礼 那送给他 那我们召集人潘基利师兄 也跟他说禁诗语里面有许多的禁诗语 可以对他人生很大的帮助 那包括这个做任何事 都是从一个决心开始 一个种子开始去鼓励他 所以其实家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堡垒 当家中受损的时候 我们持继人的蓝天白云 就很及时的出现到现场 帮他们修补这个家园 好 那感动的故事还是很多 那我们有时间再分享给大家听 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 杨明清董事长 村木建设董事长杨明清师兄 来帮我们分享后面的部分 各位师兄姐 各位线上的师兄姐大家好 不好意思 接到我们的召集人潘基利师兄的电话 因为他很召集 所以的话 我们一定要勇于承担 那个使命必打 所以的话 我们第一时间的话 就通知我在花蓮的女儿 跟女婿他们 因为他们在花蓮做建筑业 马上赶到现场去评估协助 要怎么样子建立这样子一个维修系统 然后请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员工 何万春师兄 那个黄前豪师兄 开着我们的大卡车 然后赶快就 还有那个摩托车 绑在上面 就冲到花蓮去了 要建立起后勤的一个维修系统 因为这些来的这些志工的话 他们来这边需要一些工具 一些水泥砂尺 或是砖头 瓷砖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建立起一个 后勤的一个补给系统 当然对一些 比如说那个天花板 或一些特殊的一些 一些材料工作的话 我们又赶快请我们的那个 袁世君师兄的话 他这十班十八班五一都很厉害的 也赶赴来做一些特殊的一个维修 协助 这样子把这个整个 这个修缮的一个系统给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实业家 在慈祭所应该要扮演的 当然在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大家核心核气 协力一起完成这些任务 让我们的召集人不再召集 当然的话 当然的话 那个旗经那边有一点好玩的事情 因为那位阿嬷 刚刚看到那位阿嬷 他那个没有那个厕所 所以的话想说要赶快把它做个厕所 让它可以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公司的何万春 说那个我们仓库有一个马桶 是不是那个可以载过去 有啊 真的有啊 赶快载过去给它放着使用 结果照片传回来 我看了 那个是一个日本原装的单体马桶 我就赶快跟我们的师兄说 你要跟他交代 你们家如果有偷 有碰到小偷 那个马桶要照顾好 因为那个是很贵的马桶 好 我的时间到了 感恩大家 非常感恩 真的是春木建设的董事长 杨明清师兄 真的 那时候04 03的话 第一个时间 祭祷师兄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 说需要我们来做高雄团队 来加入 那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 他刚好在国外 在斯蒂兰卡 他二话不说 马上机票一打就回到台湾了 不只他来 还带着他的女婿 李佩树师兄 林青蓮 还有他们的员工 何万春师兄 那刚刚有听到 那个叫行动材料 行动材料车 就是为什么速度会那么快 他们是加分很多 真的加分很多 在最快的时间里面 所以我们的修缮的话 那个材料 因为大家知道嘛 这次的话为什么那么会感动 是因为那边切工又切料 有钱 有钱没有好 有钱没有人去帮帮忙你修理 要有这个专业的师傅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跟我们那个 那个原型师兄 我们再次给他掌声鼓励 还有我们 哎 你真到了吗 哎 哎呦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团队 很坚强哦 我们这次出去的话 我们除了有应变中心的协调组 我们有皇室的哦 在座师兄 哎呦 还有那个蒋王翠鸾师姐 你也看他这样哦 我边既天啊大人都会哦 帮我先给他帮你一下哦 哎 啊这个哦 洪廉宗师兄哦 他整整去了21天 是 21天哦 然后来哦 那个 池中哦 那个 要割草 他再带 带那个割草机哦 又留下来 他帮得很清楚 他回来了 这个要掌声鼓励哦 还有我们的 昌豫师兄也要上来一下 等一下还没有讲到你呢 昌豫对啊 要上来啊 对 这个 面包耶 还有我们这个 文雄师兄 他也是开营造厂的哦 也是第一这时间 投入0918 0403 还有我们的 那个山多尔 台湘都有投入哦 这个也需要掌声哦 赶快哦 啊 炎逸晨师兄哦 他也是我们的副招集人 他也是机动组的窗口 啊 所以是一样哦 都投入 不分你今天是什么 是 但是什么职位 都一样哦 都是都是志工一起投入哦 啊 还有没有介绍的吗 这个 哈哈哈 还有这一次的话 啊 我女儿 哈哈哈 我女儿这次也是有担任 曾善美哦 是是 所以这次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哦 我们在花莲哦 真的看到 大家都是很多 花莲的知音核心哦 都 打理我们的那个生活 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热食便当画面哦 这个很感动哦 还有大家看到 没有看到 那个是受讨 受讨向着耶 方师傅 对 是哦 第一个时间呢 我们在修商的时候 也可以吃到受讨 全台湾的修商 都有吃到哦 还有 我们的全省的 来自全省的实业家 还有云林的 有台南的 还有我们高雄农董团队 都有 这个看到这个相片是 黄昌玉 是爱妮面包 他亲送面包哦 爱心面包也送大哦 那个云林的 他们送什么知道吗 送大饼啊 大饼 为什么送大饼 大饼啊 大饼啊 他刚好后面 有那个盒子啊 盒子写一个 什么 永结同心啊 百年好合啊 跟上年报告的时候 说哦 这个哦 刚好是哦 大家分期不分心啊 永结同心 以核心供养上年 大家说 对不对 对 好 时间的关系哦 今天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哦 啊 刚刚有讲到那个 那个 其间阿嬷的事情 那个故事 改天也要跟大家 做EA的报告哦 好感恩 谢谢 也请打播先take 画面上这一则新闻 好不好 来 因为做得太好了 所以呢 EMBL呢 这样子的一个 因缘 然后透过执行长办公室呢 他们就想来取经 这时候他们想到 高雄的实业家团队 他们同为实业家同事度 所以就邀约他们到高雄进食堂 那这一场呢 就是由我们雪域来做主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雪域 他其实啊 也是多功能的一个展现 所以呢 要去展现这些对他来讲 是轻而易举 当然这个部分是他用心熟能生巧 那同时也让这些EMBA的同学们去了解 我们在灾难的第一个时间是如何去运作的 当然他们来了以后 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我们只要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心愿型怎么少一个 反正那一个就不在台湾啊 就散不出来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我们高雄的实业家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忙碌 那从这一个画面里面 他们进到这边去了解我们高雄的一切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颜博文执行长 其实也是利林主厂 因为这个部分是由执行长办公室直接来 包括我们的企业共散 也是从高雄实业家来开始的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同学们 他们来了以后觉得真的有所得 为什么 因为同为实业家团队 同为实业家他们觉得在路上 在人生路上可以加入什么 所以再次给我们高雄实业家热烈的掌声一下 好不好 然后我也在这边夹缝中求生存站出来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王青年师姐说高雄修缮团队 赞赞赞 青年师姐我不晓得是高雄的 是高雄的 是高雄的 高雄的詹淑貞他也说赞叹菩萨 那青年师姐他说 十二代展现勇于承担的就是吴中华 中华我都觉得他都不用管公司 但是就是有福气的人 就是来做慈祭前 会自然入口袋的那一种 所以今天我也才知道说 他也是董事长 我朋友讲到他 那以后要叫吴董吗 吴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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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 然后他哥哥更厉害了 陈金城的左右手 大零词院陈金城 他哥哥的名字讲一次你都会记得 但是此中协非彼中协 他哥哥叫吴中协 所以你看来自我们辽国的 所以他看到你们这一场也很感恩 嘉宜的园会说高雄秋山团队好 在天灾过后 为受灾的乡亲法亲 带来安生安心温暖的人心的力量 北架的时间 这年轻人的头衔怎么那么多 可见是做很多 所以是北京的周蕊欣就说 慈祭正在有原则 直接重点和尊重务实及时做到位 在台南的桂兰也感恩大家 非常感恩我们马来西亚的绿云师姐 也赞叹你们 然后潘师兄你们有错 有时候大灾难 电脑操作方向也会受影响 现今是要考虑的 只是我们目前灾难没有影响到银行 是幸运的一部分 所以好我们非常感恩 余鲁也说高雄的潘基利师兄 柔和谦卑对于要帮助的人与世 更是慈悲为怀 积极身体力行奉献所能 非常多 我们就帮你们 帮你们集入在一起 有人说我变瘦了 真的吗 没有 好我们真的感觉慈祭一直都在 然后根本真的也是我们很优秀的导读团队 还有我们的主持团队 那特别如果你在高雄主场的 亲友团注意哦 这本书一定是要阅读 非常推荐就是 双血印初心 我们杜师兄的和美妻师姐的故事 也了解我们禁师堂 这本书永远结缘 这个人在这里 给他掌声拍拍上 好 那月上云端的书在谁的手上 你也藏的太好了 如果你没有我们这本书想了解我们的团队 对可以也可以会后跟我们拿 但是一个原则 一户一本 而且真的要读的人 我们这边书的提供是这样 他说真的要读的人 番茄吃 没有马一送一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在主场每个人都可以喝一瓶 如果觉得很好喝 私下可以打我的电话 我可以服务 我们家师兄一天到晚都在帮人家服务 再来再去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喝 我们真的非常高 我们高雄事业家 以及高雄的收藏团队 我们再一起热烈掌声来感恩他们 谢谢他们带来的正能量 那因为时间因的关系 我们直接会下一个阶段的导读 那导读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好我很快的跑简报 同时导读人也请